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电商设计第一天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接下来展示的这个项目的话是基于淘宝平台 然后大家要知道就是实际上现在的话好多绝大多数的这个平台吧 它基本上设计风格以及设计规范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你只要掌握其中一种 然后回头的话在做设计的时候再去根据当前你做的这个平台来去改一下尺寸就可以了 其他就没有太多的区别 然后这个上位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首先就是首页的这个组成部分 我们是把它分成了这么几块 最上面这一块的话叫做电招 然后它的尺寸假如说在淘宝平台下是多少 950乘以120到150之间 然后如果说是天猫的话是990乘以120到150之间 然后中间有一部分是导航 导航的高度是30接下来海报搬的是800啊 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固定放置的一些内容啊 首先是关于分类然后优惠券再往下的话就是产品列表 然后最后给到一个底部信息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首页啊 然后接下来如果说啊我要去做这个分页的话啊 那也是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尺寸啊 首先是左左上角这个产品的主图 尺寸是多少800乘以800啊 然后接下来往下走左侧左侧这个列表宽度是199 然后高度的话是不固定的啊 然后接下来中间间距为10啊 剩下这个尺寸就是看你是淘宝还是天猫 如果说淘宝的话是750 然后这个天猫的话是什么790啊 啊然后高度的话2万像素以内啊 2万像素以内 这个是要给大家去说到了关于一些基本的尺寸规范 然后呃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关于切图的概念了 就是你接下来做完这个电招是需要把它切出来的 然后这个切出来最终的大小的话是100KB以内啊 这块有同学啊 还就是可能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像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我是上午切出来的 然后它本身是PNG啊 PNG格式的啊 尺寸是800乘以80乘以30啊 然后怎么去看它的大小右键右键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属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大小1.72KB啊 KB这个指的就是说我当前的这个切出来图片是呃多大啊 多大 然后这个呃你要注意啊 我要切电招的话 那就100KB以内100KB以内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几个地方啊 然后如果说我现在想要去调取页面信息的话是F12啊 啊这个以上是给大家去说到的关于呃规范方面的问题 啊然后我们呃这个也是给大家去说了关于这个按钮的状态 然后这里边给大家说到就是默认状态的话是A标签 那如果说是悬浮的话是Hover啊 点击的话是Active 然后接下来不可用的话是UN啊 代表是不可用吧 不可用啊 这个都是呃相当于是我们那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的 然后呢直接去把它在切图的时候去利用上就行了啊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常用的色质配色方法6比3比多少 一啊 然后六的话是主色啊 然后三的话是辅助色辅助色可以选什么颜色 相邻色或者是同类色对吧 啊然后一的话可以是互补色互补色区间上下也是30度啊 啊这个是给大家说到的一个配色方式 但是这个配色方式的话不仅仅说只是局限于这一种 我们在以后做更多的设计的话会给大家去介绍更多的内容啊 啊然后呢我们是呃利用这个呃之前讲过的这个方法吧 想要去做一个文字啊设计字体类的这种班呢 然后我们上午是给大家去搭建了一下这个基础的模块啊 呃有的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个我本身这个花瓣就已经超出了吗 超出我这个导航然后以及电招的这个范围了 不用管就是我们接下来回头会给他去做一个呃蒙版 然后把它整个都叠加到这个班呢的背景图上 所以说超出的范围不用去管他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PS当中你去做一下呃基础的自己设计了 呃假如说那个你你那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按照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个自己设计的方法 从原型啊然后到改字的风格 再去给他添加各种图层样式整体给他做一下 然后这块的话我们现在就不这么麻烦啊 给大家去说一下 比如说呃我现在把这个函数剩点啊给他啊打上去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去选择一个呃呃你认为合适的字体啊 而这里边我们假如说想要去把它做成一个主标题的形式 并且他也是目前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找一些就是比较啊加粗啊加粗字体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里边的话我现在用到的就是这个造字工坊板黑啊 这个字的话咱们之前也用过就是用一些啊把它放在一些大标题上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啊就现在把这个字给他拿回来 然后现在这个字的排版的话我是要加到整个啊花瓣中间的这个范围 所以说我现在就把它这个大小先去控制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假如说啊给他做成这么大 接下来这153点几对吧 那我还是给他稍微准确一点就160啊给他调整一下 好然后现在这个字的话就相当于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形状啊 然后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字的规范的时候 你也知道就是他其实啊你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之后 也也是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比如函数圣典这几个字啊 可能数的话就相对来说笔划要少一些 然后其他那个字的笔划要要多一些 那你接下来就要考虑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函数的这个数字呢 去做一下复杂化的处理 或者是说我把其他的字去做一下简化啊 就这里可以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函然后他这个地方横竖勾对吧 横竖勾那我现在可以考虑就是说 把这个横竖勾勾的这个地方去给他省略掉 那这样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简化啊 啊然后竖的话我们假如说没有办法先暂时把它复杂化处理的话 可以先暂时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剩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咱们前面做过那个藏对吧啊 那个藏 然后你想一下假如说复杂笔划的话 可以想到删除或者是什么连接啊 那比如说像这个上面这一点我看看是不是能够把它再去做一下啊 这个某种形式的连接 然后包括剩点点本身撇纳啊 然后撇纳的话他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两笔 就是斜过来再横过来 这地方也是斜过来再横过来 那你看一下整体能不能把它简化掉 然后这个是我们前期要先先要去处理一下他的基本的样式 然后接下来假如说啊 我整个这个样式做完了 我需要再去给他做一下啊 整个字的效果啊 比如说咱们前面有讲过的延长卷区 然后或者是这个笔划与笔划的连接 或者是字当中笔划跟笔划的连接 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假如说给他添加各种图层样式 那像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方法啊 啊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在这个PS当中想要把它去改字啊 改整个字效的话 我现在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文字格式的 这样肯定不行 对吧 如果说我现在想把横竖改了 肯定不行 那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想要把文字去转换成形状 那怎么办 右键给他转换为形状吧 右键转换为形状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旦把它转换为形状了之后 我再接下来再去按住这个啊 黑白箭头来对他进行选择 那他就是一个形状格式的了啊 啊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然后呢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啊 我现在啊 Ctrl加H代表是调取辅助信息啊啊 然后Ctrl加H了之后呢 我接下来把整个啊 这个画布啊来去做到一个无限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上面其实组成的就是一个像素格 加一个像素格的这样的形式 然后这块我们假如说你在PS当中 你去打出来的这个字啊 它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 这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字放到无限大 你会发现就是呃 他除了撇纳啊 点斜线这些以外 他横和竖的话也是有这种半像素的空间啊 也是有这种半像素的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给他做优化的话 首先你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 我把所有的这种半像素都给他调整成一个像素 调整成一个像素 就跟他该那个对齐的这个地方去来做一下对齐 好 然后你会发现啊 就是我现在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我往上走一像素 他仍然是以半像素的这种形式来进行调整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这块就涉及到那个需要改一个地方啊 呃 首先就是你可以切到这个选择啊 就是黑箭头白箭头这个选择工具啊 路径选择工具 然后这个路径选择工具上面有一个叫做对齐边缘 对齐边缘 你把这个对齐边缘你先勾选一下 好 然后勾选完了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点啊 我正常情况应该对到 是不是跟他像素块这个角对齐的一个地方 对吧 跟这个地方对齐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就可以做到啊 跟他这个该对齐的地方都给他对齐掉啊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如果说我这样两个点去做完对齐了之后 那他是不是形成的就是不会出现这种半像素的形式啊 然后你仔细再观察啊 假如说我把这个横给他改完了啊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他仍然会出现好像是有点半像素的这样的一个过渡 那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 由于这个数导致的 对吧 这个数因为他现在没有跟这个角去做对齐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他有这个半像素存在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现在一旦啊 去给他做完这个对齐啊 再接着给他做一下这个无限的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完全是跟我这个像素的点的角的这个位置 是做到这个对齐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那你现在如果说现在要再改的话 那我可以就是啊 在改的同时也是跟他各种这个角啊 来去做对齐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竖吧 这一竖我想给他加粗 然后或者是改细 那是不是该对齐的都要去给他做各种对齐啊 所以这个是我要 我先要给大家去说到一个点啊 那至于说我这个里边所有的笔划 你都是要再做一下相关的这个操作啊 就是无论是横还是竖啊 该对齐的地方都能 都是可以对齐的 假如说你放大之后啊 放大之后 如果说没有出现这个方块啊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点开那个 Ctrl加H的这个选项 Ctrl加H调取辅助信息 这个Ctrl加H的话代表的是 我现在这里边所有的什么辅助线啊 然后包括这个我家的标尺啊 然后包括这个他这个放大了之后的 这个像素网格啊等等的 那像这些的话都是所谓的辅助信息 包括我们在挪动啊 这个画布的时候 或者是挪动这个元素的时候 是不是他也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呃 这个辅助线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假如说Ctrl加H 把这些所有的辅助信息都给他取消掉 那你是接下来再来进行挪动 你会发现他就没有了啊 那这个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你常用的了啊 Ctrl加H 首先我给大家去记一下啊 就是辅助信息 Ctrl加H 这是一个 然后如果说你在去做自效的时候 或者是呃 以后做一些图标的时候 需要去把这个选择工具下堆其边缘啊 给他选中了 我把这块也是再截个图啊 我把这个选择工具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假如说延长的话 前面我们说过了 就是它边缘的这些字来去做延长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就横向结构嘛 横向结构的话 那你可能想到的是含跟点啊 来去做一些笔划的延长 比如说我现在啊 就是含的这一笔啊 我来去把它延长出去啊 那这个形成这样整体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如果说它是在左上角的话 你为了体现整体的一个对称效果 那你可以把这个点啊 再来去做一下啊 笔划的延长 假如说我这一笔来去对它做一下这个延长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内容了 是不是字改完了整体的基本的优化了之后 你再来去对它做一个延长吧 啊 然后之前咱们做的那个延长是不是填字结构啊 或者是呃 那个呃交错的那样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说是那种结构的话 那你可以去考虑把这个树和点啊 再啊 树和剩啊 再来去做一下这个延长 这是要给大家去说到的啊 在这里边你需要去啊 注意的一些方法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接着再来去看一下那个连接啊 连接啊 连接的话前面也给大家说过 假如说第一个字的横 那要跟第二字的竖来进行连接 这样的话才能去体现一个啊 整体啊 比较好的效果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函的啊 右侧右侧的这一笔啊 就横还是多一些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封地的一个空间 对吧 如果说你你那个就是这个地方 你想要做连接的话 是不是得首先第一步把它打开啊 就咱们前面说过的打伞 重新组合 十字结构啊 然后实TLI的那个结构 还记得吧啊 那个方法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啊 啊 这个我现在要连的话 那我可以考虑的是上面是横跟下边这个竖来啊 这个竖的啊 左边竖啊 来进行连接 或者是含的竖 然后跟这个啊 这个左边字啊 横来进行连接啊 这个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横要连的话 那我跟那个 假如说跟这个竖连啊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竖字来去给他做打伞吧 啊 把这个空间打开啊 那假如说我这个下边竖跟这个横连 那你看横这有一个 然后这个竖的话是不是这笔的话也可以把它代代表成斜斜线 然后横线过来 对吧 所以说这些你要改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啊 那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就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内容 你把这一笔稍微去做一下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啊 这个点啊 我直接给它删除掉 然后它的话 我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统一的直线啊 先做连接啊 如果说你在路径上删点了的话 他不会帮你去做一个闭合路径 那所以说你自己啊 就是一步啊 这个给它删掉了之后 然后你把它自己再去做一下重新连接 好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改啊 就改成这个下边是统一的一条极限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斜线 我也是要再对它做一下延长 比如说我下边下边的这几笔啊 就是这几个点 我把它往下走往下走啊 来去做一下延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块的话就代表是一条横线啊 然后现在这个竖我要跟那个横连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笔就直接给它延长过来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就做了连接吧 对不对 好 啊 那同时啊 就是你这个字连了的话 你接下来竖 这个竖这个字就要跟这个剩 你看一下怎么在连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开放的空间 这一横 这一横可以连 然后这个横竖的话 它现在是封地的 然后接下来斜线斜线横线过来 它这个地方是开放的空间 所以说那你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啊 这个下边就是第一个字跟第二次它是下边连吧 然后第二个字的话可以跟那个第三个字啊 去跟它这个上面来去做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现在跟这个剩的上面这部分空间啊 它是横竖过来的吗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部分连的话 是不是我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把这个空间再给它打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啊 就是我在这里边只是给大家去做一下这个演示啊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连 然后呢 或者是啊 或者是你再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想要去起到一个左右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我是不是这个竖的话 我可以再把这一笔啊 我再延长过来 然后跟剩的这一笔再连也行 对不对啊 因为它的话是竖横过来的一个结构嘛 那相当于是我要把这个空间再来去做一下打伞啊 然后呢 我接下来这个剩啊 剩的话 你再看一下啊 啊 我可以跟这个上面啊 这个横再去跟这个口啊 整个这个口子结构连啊 或者是下边我再去给它连一下也可以啊 但如果说你连的话 整个这个结构肯定是还是需要再接着改的 这就是咱们结合前面讲到的内容啊 你怎么样来去把这个效果来去做一下调整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调完了 最后你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就是上面是一条线 上面这个整个顶点啊 它是一条线 因为上面这个结构 我们是没有给它去做啊 任何的延长的 笔划延长 我们只是说横向来去做的笔划延长 然后接下来下边这块的话 你也要保证它是在一条线上的啊 那假如说我现在这样上下各拉一条线 你会发现它有问题的啊 这个走过来走过来横线横线过来没问题 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你会发现怎么样 它这个底下没对齐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优化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走啊 就基本上都是在一条线上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啊 我们竖的这个字啊 你还是需要再给它调整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底端底端对齐 那你会发现又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是不是 我这个明明是应该在一条纸线上的吧 但是因为我跟这个圣的这一横做连接了 导致是不是他俩没有对齐 对吧 所以说这个细节的话 就该调的话都要再再那个重新去调整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沿到这个位置上来 那你会发现又出现什么半像素吧 咱们前面有讲过的啊 那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需要再接着去调一下啊 该对齐的点 还是给它找准啊 这个地方也是啊 调整过来 啊 调到这个位置上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啊 剩的这一笔的话 你可以去啊 直接跟它之前的这个点来去做连接啊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加过来啊 然后这一点我现在就直接给它删除掉 那这样的话 它也是一个闭合的空间 对吧 啊 那它就形成了整体的一个啊 闭合的效果啊 就总而言之结合咱们前面讲的字体效果 把它啊 最终去做一个字体的这种斑脑给它加过来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啊 这样的一个呃 展示啊 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是利用 啊 前面的造字工坊啊 板黑啊 然后把它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转换成形状 然后转换成形状之后呢 我们是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字体设计的方法给它做了两种样式 一个是笔划延长吧 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笔划的连接 对不对啊 整体啊 把这个字改了啊 当然这个大家在做的时候可以跟我的也是啊 还是我其话先说在前面 可以不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是啊 结合咱们前面讲到的内容啊 然后这块的话我还是啊 再给大家去啊 稍微说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现在所有的横竖啊 然后以及转折的地方 它都是直的 那如果说现在我想把这个字啊 整体连完了 我想让它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或者是统一的统一的一个样式啊 我想给它 比如说某个局部先去添加一下这个圆角半径啊 等等的这个样式 那这块的话你会发现 假如说我们现在切到这个PS当中 你想把这个圆角改了 你想把这个圆角改了 好像不太可能 对不对啊 因为它是呃 就是完全那种形状结构的嘛 你如果说想要改变它的点的话也不太容易 那这块的话 呃 也是给大家去说一个方法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画一个啊 这个矩形块 然后这个矩形块的话 你把它去绘制成一个正方形的状态啊 绘制一个正方形状态 然后现在呢 我把这个半径啊 你可以做一下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都统一的去调整成一个六像素 这个是代表的是我笔划转折的地方的一个半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改一个颜色 我就直接给它改成黑色啊 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做的是 所有的笔划它的啊 凡是有转折的地方 右上角这地方我都要去给它加一个半径的效果 然后这块的话又怎么做啊 你这个是一个原始的状态 这原始的状态的话 假如说你要给它加在字里边先首先第一步先去复制一个 这个就当作也是原始的模板啊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给它做一个转折 它是六像素啊 它是六像素 然后我现在给它做一个半透明处理啊 大家看一下 啊 有什么问题 假如说我让他们俩之间做运算 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对不对啊 整个这个啊 我只是想要右上角这个位置啊 它整个这个空间太大了 那你想一下六像素 六像素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矩形块最小去做成12乘以12的吧 就相当于是它的最小的那个一个尺寸啊 然后它就是我最终假如说都要给它做成统一的这个啊 样式的话 就是它12乘12相当于半径的基础上去给它怎么样啊 这个乘以2吧 得到的是尺寸啊 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最小是12乘12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最小的状态是没有超出这个画面 对吧 没有超出这个字啊 那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稍微加大一点 比如说16乘16 那也就是说啊 我在这个12的基础上啊 可以不断的增加啊 但是你在缩小的话就不行了 那就相当于会影响到这个半径啊 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这个角改了 那大家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我这个角啊 呃 我在它的这个上面 我去做一下加点 然后在什么地方加点呢 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小的带有半径的这个圆角矩形 我在它有横线的地方加点 比如说我在这加一个点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也有横线 对吧 又竖线啊 我在这再去加一个点啊 然后加完点之后 这个点我还要吗 不要吧 是不是直接把它删掉就行了啊 然后删掉之后 你会发现它还是仍然出现的 仍然没有消失 为什么 是不是默认情况下 在PS当中 如果说你加点的话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它是有手柄的 代表代表是它有这个圆角半径的啊 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再把这个点啊 我再去按住什么键 按住奥的键 把它改成直角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吧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这样做完了之后呢 你接下来再把这个圆角半径啊 你给它改成白颜色 调整成不透明度为10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在PS当中 是不是仍然可以把这个某个笔划去改成圆角的效果 对吧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肯定是比AI啊 比起AI来 它可能说麻烦一些 但是你也要知道我在不同的平台下 我在不同的软件下 仍然是可以给它改成圆角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啊 就是大家要知道不同的方法啊 那既然它可以改 那大家想一下 我接下来的这个角 你想要让它形成一个统一 那是不是这个角 你也要再接着调 给它改成一个圆角半径的形式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再稍微快速一点 再改一个啊 现在它还是过大了 然后我问一下大家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给它调整成10x10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吗 不行吧 你会发现它这个半径就变了 对吧 然后如果说我给它改成12x12 这个绝对可以吧啊 然后我现在给它加到这个位置上来啊 因为12和12它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容易去找到横线 因为它横线这个空间比较小嘛啊 那所以说我还是啊 就是啊 再稍微给它放大一点 就16x16 然后呢 给它加到这个角上来 我想要让这个角跟刚才的这个风格是相同一的 那怎么办 是不是白箭头 白箭头先选中你想要改的点吧 然后接下来在钢笔工具下 是不是随便黑黑 就是只要有这个横线啊 竖线的地方去加点 好 我为了一会方便啊 就直接我先第一步把它改成这种没有收饼的形式 然后再往下走这个点再去给它切成直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然后现在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是不是啊 我现在这个圆角举行给它改成白颜色啊 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再去做一下相加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所有啊 你去改圆角半径啊 去改这个啊 它统一风格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整体都改完了 那它肯定就啊 跟那个我们之前造字工坊的板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 所以说这块具体是改什么地方 就是大家都是啊 可以你自己去判断啊 就是我们最重要做的样式就是字体设计啊 我把这块再优化一下啊 这块我觉得它有一个开口感觉不太好啊 那我就把它直接横向的延伸过来啊 给它加过来 啊 这个点它是有重叠的地方啊 直接给它延伸过来 啊 让它形成一个闭合的空间啊 好 这个是我刚才给大家去介绍的方法啊 就是你利用字的圆形 然后把它转换成形状 转换成形状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啊 对它做一下字的样式的处理 那这块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说了之前的方法 延长啊 连接啊 然后再有就是改变这个圆角半径啊 等等的这些啊 方法基本上都是结合咱们前面说到的 然后现在我们假如说整体啊 你这个字都做完了 我可以把这些啊 所有的形状再来去做一下闭合 然后如果说现在我想要让它变成一个形状的话 最后一步合并形状组件吧 合并形状组件啊 这是啊 整体把字的样式给它做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要去考虑 它的话 我应该给它去配置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啊 前面咱们说过几个颜色 主色啊 然后这是辅助色 这个是点缀色或者是强调色 一般情况下的话 活动 活动的话 肯定你是需要给它加一个点缀色吧 或者是强调色 对不对啊 因为这个整个主题的话 我是需要对它去做一下啊 这个强调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去变成一个整个黄颜色的一个效果 然后现在我给它加了这个空间当中啊 因为字你是对它做了笔划的延长了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它是挡住这个虚线啊 就整个设计的这个效果了 那你可以再看着加剃一下 然后再把它再往中间稍微收一收啊 就让它不要说干扰到我之前的设计元素啊 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这个设计元素 你最终做的比较成功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应该摆在这儿 而不是说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硬把这个东西放上去的 然后给人感觉就很不协调 很不自然的这个效果啊 所以这是要给大家先说在前面的 然后我们现在呃 可以稍微去做一点那种光影的效果啊 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一个涂层 我新建一个涂层 假如说我想要去加光的话 可以去利用画笔啊 可以利用画笔加光的话 它肯定是亮色的 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呃 至于画笔的大小 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调整的状态来进行啊 这个加减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一会想要去给它加光啊 然后这个地方要加光啊 然后这个至于光是摆在什么地方的话 你可以自己任意的去点啊 就只要说啊 整个看起来它是比较协调的就ok 比如说像这些地方的话 我都是需要去加光的 好 然后我现在这样去直接就用一个白色的光想去体现它亮出还是不太好吧 对不对 那这块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 是不是我现在在有字的情况下 字的本身黄色的啊 然后我想要把这个颜色去加强 那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选择加强模式啊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就直接去用一个叠加 好 那我现在觉得这个字好像亮出不够很亮啊 就是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十分明显 我想给它做的浮夸一点 那怎么办 是不是把当前这个涂层你再去做一下原位复制吧 对不对啊 然后那个 那我现在这样做完了啊 假如说整个我感觉挺亮的了 但你会发现它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背景的区域 那这块怎么做 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三层啊 这三层我都去统一做一个编组 我编一下组 然后编完组了之后 我现在想要只是字的范围来有高光的区域 然后那个背景的地方的话 我不想要让它有高光的区域 那怎么办 是不是加蒙版首先啊 然后这个蒙版的话 是不是你得再入本身字的这个形状的选区吧 这个怎么再入 是不是按住什么 按住knt键键吧 按住knt键键 然后现在我有 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ps似乘相识啊 是吧 一些快捷键好像用过 就是现在问到大家一些问题 大家都得反应一会儿啊 这个感觉不是很好啊 你把ps适当剪一剪啊 那个别学完CCD 然后ps跟那个刚入门似的那个状态还不太好 好 再入选区快捷键是什么 按住knt键键吧 然后去那个单击一下你当前的这个图层啊 好 然后现在再入选区的这个范围 它应该是蒙版显示还是隐藏的范围 对 显示 所以说我现在直接在这个文件夹上去给它添加一个蒙版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所有高光的区域都被显示出来了 看到了吗 这个这个明显吧 能看到吗 我再稍微加的浮夸一点 夸张一点 现在能看到了吧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整体啊 我们怎么样去给这个字去加高光啊 去加高光的处理 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说一下那个呃 加那个暗处啊 加暗处 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一旦加完高光它就有一个对比了 对不对 明暗对比了 那实际上我们假如说你现在在这个上面不 我不加那个投影了 或者说我不加暗部了也可以 但如果说我现在还是想加一个局部的这个暗处 那你可以再去新建一个图层啊 然后暗处的话 那肯定得是黑色的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黑色的话 你可以结合整个环境啊 结合整个环境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字它是黄的 它是黄的 然后呢 我现在把这个颜色可以去可以去调整成 它是有黄色成分的这个黑啊 就是我这个你现在看到假如说我不那个不问你的话 你肯定就是不告诉你的话 你肯定知道它是黑的 但是它这个黑色到底有什么颜色 其他的成分 你可能不知道 对吧 但是这个它绝对是比这个纯黑色要好一些啊 这就相当于是我要结合整个环境 好 那我现在跟刚才相同的方法 选择黄色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去点击一下黑色区域 好 点一下确定 然后还是同样的方法 你去加一下这个画表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想要涂黑 这个地方想要涂黑 就整个它这个底部吧 底部这个位置 我想要去涂一圈这个黑色 那我现在这样加完了之后 你这么去加暗部肯定又不太合适吧 那你应该给它也改成什么 加强啊 加强模式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整个黑色的这个区域啊 就体现出来了 啊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它还是不够 那可以怎么办 是不是再把它再去添加一下那个原位复制吧 对不对 原位复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区域都去变成一个啊 压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了啊 好 然后如果我现在这样调完了 还是跟刚才相同的方法 是不是把这个整个压暗的区域再去做一下编组 然后怎么样 是不是再入刚才的文字的选区 然后给这个编组再去添加一下蒙版吧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字的样式啊 它就是相当于形成一个啊 有高光有暗处啊 这样整个一个结构啊 所以这个是啊 我们不要去给它添加任何的什么投影啊 啊 然后内发光外发光去体现 就是还是通过这个不同的啊 就是加画笔加蒙版的这个方式 你想要让什么地方亮或者想要让什么地方暗都给它统一去添加一下啊 这个是整体 然后接下来啊 还有两段那个文案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有一个是时间 19年双十二 然后五折不止 狂欢不停 那像这个的话实际上可以作为说我整个班的的啊 一个副标题 那我可以在这去打一下 2019.12.12 然后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没有合适的字体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选择啊 咱们前面说过的什么 啊 就 arrow arrow就可以啊 arrow arrow的话是处理字母以及什么啊 数字的啊 数字的啊 然后现在有假如说给它加到这个空间啊 加到这个空间当中啊 然后没配色啊 这个你先别管 就是先去做一下整体的这个排版 假如说加到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下边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文案啊 就是五折不止 啊 中间加一点 狂欢不停 是吧 好啊 然后这段次的话你可以去结合整个的啊 产品的风格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添加一个右远啊 给它加到中间这个位置 好 然后现在这样做完了之后 你再整体再去做一下排版的调整啊 我们先把这个啊 标尺你给它调进来啊 这个上面文字应该中间对齐 应该中间对齐 当它出现中轴线的时候代表是现在中间对齐了 然后接下来下边这个文字的话 它是属于副标题啊 所以说我再去把它做一下缩小 然后呢 我再去给它整体啊 再去调整一下中间对齐中间对齐 那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它就是处于一个居中的状态 然后现在上下两个字啊 我还是可以再去选择就是点缀色啊 我现在把它直接加过来 就用这个黄颜色 因为它本身这个颜色啊 以及字号的话 是不是呃 要比这个函数盛点要小一些 所以说我就可以还是用它点为色啊 只是说我通过大小不同的形式来去体现哪些是重点 哪些是非重点啊 整体字的一个样式 而现在如果说我整体都做完了啊 呃 我再去改一下前面的这个香味发光啊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这个大小还是有点太小了 就是感觉这个层子感还不太够啊 那你可以再去把这个呃 外发光或者内发光前面加的这些效果再去呃 重新调整一下 这是整个我们啊 一个样式 然后现在我们这样做完了之后 感觉这个背景还是纯色的肯定不太好吧啊 那我们首先想到可能是给它加一些渐变啊 但是这里边的话我们不加渐变啊 我们就直接用 呃 这个辅助色啊 就这个颜色 我来去给它做一些啊 这个样式啊 假如说这个辅助色我们现在 就相当于是把整个这个空间要给它提亮嘛 假如说我现在这个颜色啊 跟前面我这个背景颜色比的话 它肯定是更亮一些 我想要让整个这个背景去体现它逐渐加亮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个香味发光是怎么做的 加白色 然后并且给它添加一个什么加强模式吧 是不是叠加 对不对啊 这个是我整个要把这个空间打造一个 啊 有亮啊 然后以及有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 然后这块的话 假如说我想加那个光束啊 也特别容易 就是还是新建图层 新建图层 然后想要加光的话 跟刚才方法一样 是不是白颜色 对吧 白颜色 然后你就随便去点击一个这个区域啊 只要说我这个圆圈能够显示的完整就ok 好 然后现在这样做完了之后呢 我想让它编成光束的效果 可能加剃一下啊 然后右键啊 这个近大远小 那肯定是得是透视吧 对不对 透视 然后你把这其中的一个角给它去做一下拉伸 就是把这个其中这个角给它做一下缩小 然后现在会发现好像这样缩小完了之后这个光圈 感觉还是没打散出来啊 就整个扩散出来 那你可以再去调整一下另外一个角的这个透视啊 另外这个角的透视 那这样的话整个光的这个结构啊 它就有了 你会发现我现在给它稍微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聚光灯的效果嘛 对不对 中间这个地方亮 然后逐渐散出去啊 好 然后现在这样做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再把它做一下等底的这样去做放大啊 就是让它这个整个光圈啊 去体现更加夸张 更加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整体给它拉上来 好啊 然后我们假如说这个是我的其中的一个光啊 就是一个光束 然后呢 我把它再去按照刚才说的方法再去把它做一下叠加 对不对 好啊 然后现在这样叠加完了 你感觉好像没有光啊 这看不出来了 为什么 是不是 它说明这个光光束的话不够强烈吧啊 那我现在只要是把它去做一下整体的原位复制啊 然后接下来粘贴 它是不是就能够形成整体这个比较亮的一个效果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是做这个光束的一个方法啊 啊 然后除此之外 就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啊 再给大家也是再说一下 就一块都说一下啊 啊 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做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长串的那种光啊 就是呃 就是那种光束比较长的那种效果啊 啊 啊 这个假如说这里这里是一种 那个要做一个比较长串的那个效果 然后现在我可以给它打出来 就是呃 选区工具 先去画一个直接举形 然后想要去把它变成一个有语化效果的 那怎么办 Shift加F6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给它调整啊 就比如说现在就50啊 然后给它加过来 好 然后跟刚才的方法一样啊 还是新建图层 你去再给它去填充一个白颜色 好 然后现在它因为还是没有透视嘛 啊 那我可以再去给它添加一下整体啊 添加一个透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束跟刚才那个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个可能就是我只是说找到核心的最亮的一个区域 让它逐渐的去以圆形的形式向外扩散 然后这个呃 灯的话它就是形成那种光束啊 光束的这样的形式 好 然后同样的方法是不是再次添加 叠加吧 把这个涂增混合模式改掉 然后添加叠加 然后现在你在这个上面就再去给它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啊 原味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好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光束啊 我就做成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再去给它做一下编组 好 然后现在这样做完编组了之后 我假如说想要给它打在这个背景空间当中啊 啊 这样打下来 感觉好像也不太协调吧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呃 我整个核心的重点在中间的区域 然后这个光的话 它现在是朝下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要去改变一下它的角度了 啊 那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改 我现在这样改 感觉好像它那个上面那个光束 整个中心那个部分会跟着一块变吧 对吧 那这会儿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跟着加剃完了之后怎么样 改变它的中心点啊 把中间点挪到上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它想要照了什么区域是不是 就直接可以调了 对不对 好 比如说我现在让它往那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啊 来去做一下倾斜 好 然后加过来 好 这是其中的一串啊 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好像啊 一串不太够 那你可以再去把它再去多增加一些啊 比如说我这个啊 就直接啊 这个复制啊 复制这个三个出来啊 然后这三个我们现在只是加了其中一处啊 左侧 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可以再把这个再去做一下复制啊 整个边左 看着加J 啊 然后接下来看着加T 然后再怎么样啊 右这个那个右右键啊 然后再来去做一下水平翻转啊 那整个的话左右两边它就形成一个对称的效果啊 啊 我把它挪过来 我把它挪过来 挪到这个右边上来 好 然后现在整个我们做完了之后啊 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因为是随便去调的 我不一定说那个能够让这个光数啊 去起到左右两边 就刚好是居中了这样一个状态啊 那这块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把这两串光是不是 再来去做一下编组吧 对不对 然后编组之后 你跟这个底下你之前做过的整个这个大背景再来做一下 是不是啊 水平中间对齐啊 水平中间对齐 你看一下他稍微往这个左右两边挪了一下 代表的是我现在啊 什么 是不是他刚才没有完全居中 对吧 好 然后呢 你接下来再去调整一下整体的细节啊 你看一下啊 这几个字啊 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花瓣啊 它有部分是超出的啊 然后现在我们假如说想要去做这个效果的话 你可以啊 呃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把它勾选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要选择的是不是整个花瓣的那个区域啊 那你现在如果说自动选择 你现在拖动空白的区域会发现啊 假如说我现在选完了啊 我现在选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向下移动一下 你会发现 是不是连着整个这个背景一块选了 对吧 没关系啊 自动选择 我现在想要把这个背景给它取消掉 那你看一下 背景它应该是在最下边这层 直接再去按一下Ctrl键啊 就相当于是我把它取消选择了 好 那你现在再做一下移动 你会发现是不是我现在想要的这个就都被选进来了 对不对 好 然后现在这些都选进来了以后啊 你把它再去做一下编组 编组 那大家看一下整体这个效果 整体这个效果现在是我想要的 好 然后编完组了之后啊 这个上面高光投影这个区域 你先暂时不用啊 不用去管啊 看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就是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范围让它作为的区域隐藏掉啊 那我现在编完组了之后 那你接下来再看一下啊 我应该把这个整个班的的大背景再来做一下按住Ctrl键吧 按住Ctrl键在它上面怎么样 单击一下 对不对 单击一下 好 单击完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 除了这个啊 我选中了这个范围 其他区域都要隐藏 然后因为前面我做了编组 所以我再去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整个这个班的多余的区域就消失掉了吧 啊 然后那我们现在再来去呃 处理一下 就刚才呃 这个我们因为在做编组的时候啊 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那你再去把我们之前呃 做过的这些呃 光圈呃 再来做一下重新的调整 你看一下 这是暗部啊 然后这个三个涂层是亮部 还是跟刚才的方法一样 那是不是我们把文字的这一层 你再来做一下啊 呃 再入选区 我找一下啊 这是文字的区域啊 你把它再入选区一下 然后再去选择我们前面这个编组 再来给他做一下什么啊 添加蒙版吧 添加蒙版啊 同样的方法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要结合咱们前面啊 讲到的所有的技法 你要把它应用到设计上了啊 这里边可能就是不会再去提什么快捷键呀 然后一些基本操作呀 然后可能现在如果说之前基础就是没太掌握好的同学 可能会觉得这块就有点快了啊 好 那这个整个这个大班呢 我们就把它设计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他在这个草图当中就没有提到说放置产品或者是模特啊 那你所以说你假如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需要考虑的就是 我把主标题去做成一个自己设计的方式啊 来去给他体现出来 然后接下来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啊 我们去给他添加这种光束啊 添加这个光束的形式 啊 我们现在整个中间的这个空间给他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光束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因为前面 呃 也是把它做的超出了吧 那你现在超出的话 也是要再把它整理一下啊 啊 把这些光束你都选中 左侧的这个区域都选中 然后现在我还是用的自动选择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自动选择 你会发现他又被 这个背景又被选进来了 那应该怎么办 按住什么键啊 啊 看这键啊 把它取消选择一下 然后我现在把左侧的这个光束啊 再来去做一下处理 是不是边左 对吧 边左 然后接下来你再去选择一下 底部的大背景 然后再来把上面这个边组再去给他添加一个蒙板吧 这是左侧啊 左侧我对他做的一个 然后接下来右侧相同的方式啊 是不是你还是可以利用自动选择啊 利用自动选择把这个地方框一下啊 框完了之后再去取消一下啊 之前的这个背景啊 取消一下 然后再来把他们再去做一下边左 然后呃 再入选区啊 就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操作啊 再把顶部这块再去给他做一下天同盟吧 好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整个上部空间啊 电招 导航 然后以及这个班呢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叫做活动海报啊 就都给他做出来了啊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展示形式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那个就是把你那个上午这块应该都做完了吧 就是电招和导航应该都做完了吧 对不对 把班呢啊 呃 你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 你先去临摹一下啊 你先去临摹一下 先别去考虑原创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先去照着我把这个自己设计啊 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样式 添加那个高光投影的这个区域都给该添加添加完了啊 然后再把这个背景啊 该打造的这个光束啊 都给他做完了啊 然后你再去考虑我接下来这个社交 我这个自主自主去创业的话怎么样去做啊 啊 先别去想那个那么多 先去把这个先去临摹一下啊